又一个高中生失踪了 吉林18岁女孩还没找到 江西15岁高中男生离开宿舍之后 失踪一个月了 孩子的母亲说 10月14号的时候呢 孩子从学校失踪之后 家人从未停止寻找 救援队伍以及警方也在帮忙寻找 而且出动了搜救权 就连学校里的人工壶和画粉池都已经抽干过了 然而呢 如今一个月的时间过去了 依旧没有找到孩子的线索 儿子失踪的时候 身上除了一支录音笔 电话手表身份证 以及现金都在宿舍里 无论孩子是什么原因失踪 如果他是主观原因 而不是被人所害了 如果他是自己想不开的 那都在此给我们的教育敲响了警钟 人的心理健康尤为重要 而18岁以下孩子最重要的 并不是文化教育 而是心理教育 先让孩子长成健全的人 才能保障他成才 都因 谢谢大家 敬发